很多人怕分享,怕說信息,怕說錯了,說得不好 當然我不是說全世界都會說到的 不過基督徒事實上有很多機會可以作美好見證 的確個人都可以做得到 在這個時代,小組出去醫院報道,街頭報道,宣教 都會有很多機會應不明白 但很多人怕,怕是甚麼原因呢? 怕別人看到我壞了,很醜怪,不好意思 但不好意思是你的心想 但那些人可能覺得你很努力 或者他真的覺得說得不好,又怎樣呢? 他覺得說得不好,我嘗試說 慢慢說就說,如果好,我可以幫人 這就是我們衡量了 哪些更重要呢?我能夠幫到更多人? 或是別人怎樣看我? 別人怎樣看我,是否這麼重要呢? 哪些更重要呢? 所以我們每次有些掙扎點,問一下 到底哪些更重要呢? 我的生命會否更重要呢? 還是別人怎樣看我呢? 別人說話重要呢? 還是神為何使用我呢? 對,我們就會說,有甚麼所謂呢? 很多時候我們會覺得很大的損失 就算被人罵到一面,即是廣東話 一面嘟 但是我可以不當他一面嘟 他就是罵了 我當他就是小孩子發脾氣 不當一回事 我心裡就要祝福他 但我不用說他是小孩子 我只是一個比喻 我不用說他是小孩子 那我不介意 也不放在心上 別人做錯,不是他做錯 是他的問題 是的 這一點你看懂了 是真的 你覺得 甚麼人我們都不需要 因為他要失去那個人 為甚麼要失去呢? 那你就會開始 好了,放手吧 那你就會放手吧 那你就會做到 他還是往前面嘗 那你就會做到 你不需要 你不需要 看到啦 你不需要 你不需要